6月27日,法国巴黎一名17岁非洲裔少年在违反交通规则后拒绝按照要求停车接受调查,与强行闯关冲撞警察,被警察射杀。 现场视频曝光后快速引爆了社交网络和整个社会,法国由此掀起了持续多日横跨多地的抗议。 抗议很快变成了打砸抢,纵火与零元垢,成群的骚乱者抢劫商店,焚烧建筑物和车辆,并与警察发生冲突。 这次的动乱规模史无前例,超过了战乱中的基辅。 到目前,暴乱蔓延到法国几十个城市,41个警察局遭到袭击,71名警察受伤,2560起街道火灾,1360辆汽车被烧毁,234座建筑物被烧毁。 为了应对暴乱,现已有四万五千名警察与县兵部署进了城市。 关注土豆,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内忧外患,法国还能扛多久?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,大家一起交流。 好了,长按点赞,我们接着看。 一个坏土豆作品,播讲张小佳。 对于法国的暴乱,美国幸灾乐祸,眉飞色舞。 纽约时报和CNN等循环播放法国骚乱画面。 CNN的评论说,暴乱是因为法国严重的体制性的种族主义。 在2018年时,马克龙大声疾呼要建立欧洲军。 随后,法国就爆发了黄马甲运动,也是几十万人在街头打砸抢。 这一次,马克龙出访中国,一再强调欧洲要独立自主,不能做美国的跟班。 尤其在骚乱前,马克龙流露出异象要参加金砖峰会。 欧洲防空与导弹防御会议上,马克龙呼吁欧洲国家争取军事独立,不要过度依赖美国。 并且在会后,超过17个国家与法国签署了异象书,希望采购法国防空导弹系统。 这下子,美国真的忍不住了。 不管怎么说,马克龙还是一个有政治梦想的人物,否则他也不会搞养老保险改革,完全可以躺平装死,把问题留给下一任。 独立自主,更是马克龙从做总统之后谈的最多的词语。 但是法国要想独立自主,真的是太难了。 我们有时说俄罗斯的地缘环境差,但是法国才是第一预级的难度。 法国周边被美国军事基地无死角地包围,美国空军可以20分钟之内就抵达巴黎,海军舰艇更是可以随时游逸在法国周边。 欧盟现在完全就是法国战略的脱油瓶,城市不足,败事有余,采用离谱的一票否决制。 27个国家中只要有一个不爽,欧洲议会中有任何议员想捣乱,就能让事情搞不成。 何况现在波兰和波罗第三傻赤裸裸地要做美国的舔狗,要建立新欧洲秩序。 法国有超过两万家以上的美国NGO,随时可以在法国传递自己的声音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。 法国没有自己的互联网公司,媒体上的声音完全被美国的脸书和推特等把持。 法国没有强大的通讯公司,法国政府各层级被美国无缝监听。 特朗普爆料说他对马克龙的私生活了如指掌。 整个欧洲,冯德莱恩就是典型的代表,到处是美国豢养的欧监,遍布了议会、大学与机构。 今天的马克龙面对的环境比任何时候都要恶劣。 即使戴高乐附生重新做总统,估计也是击中难返。 这完全是地狱级难度的副本。 美国要在法国搞颜色革命,那就是分分钟的事。 但其实不需要美国动手,法国的问题已经快要自爆了。 2022年,法国新生儿数量只有72万,但有32万移民获得了居留许可证, 还签发了145万份签证。 这还不包括超过5万名乌克兰人在法国获得暂时庇护。 这72万新生儿中,根据法国媒体的推测,移民的子女达到了半数以上。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,法国的外来人口的增加趋势对比本地人口是压倒性的优势。 事实上,现在法国有多少移民是谁都说不清楚的。 二战之后,法国就采取了色盲型的政策模型, 也就是不承认种族类别的存在,比如白种人、黑种人和黄种人这种划分。 法国政府拒绝为种族、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采取任何形式的针对性措施, 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平等。 也就是说,法国政府或法国机构不会在学校、社区和工作场所进行任何种族层面的普查。 你在法国填写资料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族裔这么一栏。 今天,法国有多少黑人或者穆斯林? 有媒体说是20%,也有媒体说是40%。 其实,这些数据都是预估出来的。 上面说了,法国就不允许存在族裔调查或统计。 其实吧,法国政府的初心真的是好的。 它的想法是,就没有族裔这么一说, 来了就是法国人,我们都是一样的,不分彼此。 法国是想用文化认同来建立所有人的共识,将它们融合在一起。 甚至于到了2017年时, 法国国会议员通过提案从宪法中删除种族一词。 他们认为种族其实是一种虚构的社会结构,并不真实存在。 所以,在今天,法兰西人作为法国的主体民族,这一句话并不正确。 法国已经事实上没有主体民族了。 这完全就是用幼儿园的理想主义和幼稚思维来治理一个复杂的国家。 法国说以后没有法兰西人了,来了就是法国人, 关键,人家移民同意嘛。 你想和人家平等,人家和你平等嘛。 你设想的这个文化认同,人家认可嘛。 历史上,北非很多国家是法国的殖民地, 甚至于戴高勒曾经在二战时将法国首都定督在阿尔及利亚。 也因为这些历史渊源,假设二战后法国劳动力短缺, 大量的穆斯林移民来到了法国。 在上世纪末,法国就有超过500万穆斯林,超过了人口的十分之一。 为了方便他们居住,法国在郊区兴建了大量高密度高层住宅。 穆斯林大量涌入郊区的连租房,开始聚聚在一起。 显然,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,对法国搞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认可, 也不想去学法语,所谓的法国文化对人家完全没有吸引力。 很快,他们按照自己原有的习惯改造了社区, 尤其是通过集资建设了大量清真寺。 到现在,小小的一个法国有超过2600座清真寺, 每天穆斯林都雷打不动地来做礼拜。 信仰这个,比信仰法国所谓的文化前程多了。 最近的几年,法国因为恐袭事件不断, 尤其是查理周刊, 因为聊穆罕默德就被人血洗,实在受不了了。 在2021年的时候,对一些清真寺做了调查, 一查,不得了,大量的存在涉嫌煽动仇恨、暴力和捍卫圣战。 美国内政部长说, 法国至少有99座清真寺涉嫌传播分裂主义意识形态。 可以说,到现在为止, 法国是做了最傻的冤大头, 给予移民高福利, 移民拿了法国政府的钱, 吃饱了就开始募资自己的宗教场所, 成为自己的活动中心。 而法国政府管理本来就松散, 对于穆斯林聚居的北部郊区更是管不动。 宗教场所里的阿轰与伊玛木到底在宣传什么内容, 法国政府根本就不知道。 对于穆斯林来说, 根本就不可能去相信所谓的法国文化与理念, 人家自然是相信神职人员。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, 在于法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, 大批引入移民。 那个时候, 法国大量的缺乏低端劳动力, 移民到了至少都能找到工作。 但是到了今天, 这帮人又特别能生, 法国政策又没有改变, 移民的数量翻了好几番, 可是工作机会却比上世纪少得多了。 今天, 法国的青年失业率长期徘徊在20%左右, 加上法国的社会结构, 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中高端, 低端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, 于是非洲裔和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达到了恐怖的40%。 这一来就要了命了, 本地人工作缴纳高付税, 而移民们没有工作还要拿高福利, 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刻。 移民们没有工作, 每天没事做, 那怎么办? 很多人选择了去干偷盗, 抢劫, 贩毒, 而这个时候, 宗教往往就成为了吸引他们的温床。 这些移民全部集中在巴黎的北部地区, 导致整个社会治安空前恶化, 最后警察们也不想去北部地区巡逻了,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 慢慢地恶性循环成为了三不管地带, 黑帮和宗教势力成为了实际上的统治者。 法国说的是消除了种族, 其实就是捏着鼻子遍眼睛, 已经实际割裂成为了两个精卫分明的社会, 相当于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是政府无法控制的。 法国对移民的政策已经事实上证明完全失败了, 所以法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火药桶, 但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, 事实上已经不需要美国出手了, 稍微鼓动一下, 法国就会天下大乱, 零元购闷, 清朝出动。 这种局面可以改善吗? 我认为非常非常难, 几乎是不可逆的, 因为法国这样的选票国家, 白左加上移民的选票, 几乎已经超过了30%, 没有哪个政客敢对他们说狠话。 尤其是在马克龙的前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时期, 为了拉拢移民, 各种福利毫无限制地发下去。 在难民危机时, 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, 大量的吸纳移民, 甚至于搞了一大堆库尔德人和车臣人进来。 这帮人自然不是省油的灯, 而法国的管理却是一塌糊涂, 导致狼烟四起, 出现了上百起恐怖袭击, 最终创造了低到4%的支持率。 到了马克龙时代, 法国已经是击中难返。 即使这一次法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, 马克龙也只敢呼吁大家克制, 家长们管好小孩, 否则估计他都要被赶下台了。 这样的局面之下, 马克龙想率领一个千疮百孔的法国, 摆脱美国的控制, 可以说是千难万难。 而根据法国央行的预测, 2023年法国经济增速仅仅为0.3%, 几乎就是在退步, 而失业率还将进一步攀升。 经济越来越不好, 那么随时一点小火苗都可以点燃法国社会的重重矛盾。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, 除了法国本身产业的衰退, 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策划的俄乌战争, 对整个欧洲的收割, 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高企, 供应链断裂,物价飞涨。 而波兰,英国这些国家, 还在疯狂地拱火加油, 生怕美国的镰刀不够锋利, 马克龙心中无比地烦躁。 可能整个欧洲, 也只有法国是天天盼着战争早点结束。 更要命的是, 在目前的骚乱中, 法国警方从暴徒手中缴获的武器, 惊奇地发现了前苏联, 甚至前沙俄生产制造的武器。 比如沙俄一战时期使用的破片手榴弹, 以及前苏联的进攻型手榴弹。 这两种虽然年代久远, 但由于性能好, 至今在乌克兰战场仍有使用。 甚至于法国警方竟然还缴获到 产自英国精密国际公司的AX-308狙击枪。 这是当今非常先进的战场戾气, 本应该出现在俄乌战场, 现在赫然出现在巴黎街头暴徒手中。 显然, 泽连斯基政府倒卖北约援助的武器, 现在已经回流到了法国。 这会让法国社会未来的治理难度成倍增加。 面对这样的环境, 无休止的骚乱和动荡, 马克龙在欧间与法间的包围下, 坠入盎撒媒体和NGO组织的汪洋大海, 被美国无缝隙的24小时监听。 法国的独立自主还能坚持多久呢? 其实吧,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没对法国指望太多, 让它去果断反美是真的没这个胆子, 也没这个能力, 只要它能多少维护下自己的国家利益, 保持中立就可以了。 对于陷入美国包围的法国来说, 到了今天, 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, 甚至想领导欧盟干一番事业, 如果想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, 那是不可能的。 要独立, 要自主, 要反美,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现在的法国, 别说让他们流血牺牲, 让他们多掏七分钱的燃油税, 他们都要搞黄马甲运动。 现在是危机四伏, 内忧外患, 别说反美, 连内部的动乱都治理不好。 法国还想成为世界的一级, 只剩下最后的希望, 保持中立, 别乱战队, 等待东方大国的复兴, 重构全球国际秩序。 好了,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, 关注土豆, 点赞收藏不迷路, 精彩内容, 下期继续。